上週末一艘載著約十名非法移民的船隻 在加州卡爾斯巴德州立海灘上岸 引發廣泛關注 我們沒有知識誰 我們沒有知識哪裡 而這些人都沒有訪問 我們不知道是否只是移民 或是否只是想要更新的生活 或是否有權利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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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是武器 官方在記者會上說 自2020年以來 海上偷渡無政客人數增加了140% 自去年9月 進入聖地亞哥縣的非法移民 累計超過12.5萬人 英文大紀元報導 加州法案SB54 在2018年生效後 禁止州籍與地方政府 配合聯邦移民執法單位 調查拘留或逮捕移民 這讓執法單位處處受限 加州還於2019年 為人道主義援助服務 赤資13億美元 並以補助款項 幫助非政府組織 提供庇護所 給超過50萬無政人口 新唐人電視台 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inside know what and that 財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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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財治